黑色 白色 產品綠色 綠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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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蘋果5G iPhone正式亮相 摩根大通 花旗和李昂三大外資分析 iPhone新機規格尽管驚喜不多 但定價具吸引力 加上通訊規格 世代交替 渴望催動2014年來最佳換機潮 5G又可以超廣角的夜拍 然後它的CPU A14又是最快 所以變成有很多的粉絲很想換 5.4吋的iPhone 12 mini 那支還比iPhone 8還小 極大 就是最大的iPhone 6.7吋 小 大 還有中的就是6.1吋 這幾個族群全部都有中 Google發表的5G機種 在台正式上市 Pixel 5 採用6吋螢幕 有黑以及灰綠色兩種選擇 相機功能在提升 包括搭載超廣角的雙主鏡頭系統 相機應用程式選擇夜視功能 在昏暗的光線中也能拍出清晰照片 台灣電信業者宣布獨家開賣 Google Pixel 5 新機要搶攻5G用戶 喜歡iPhone的用戶大部分就會繼續用iPhone 那喜歡Android的用戶會繼續用Android 所以我們是就去服務我們用戶的需求 5G的用戶目前的滲透狀況 是比4G開台第三個月還領先50% 那我們預期在第4G的時候 應該還會持續領先4G的滲透率 因5G新機陸續上市 電信業者看好 將帶動5G升半量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林 張元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林 張元廷